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才狗言残喘地活了下来 但他实在太懦弱 以至于学校里的校霸 也拿他当成取乐的对象 为了看他身上的伤痕强行脱衣 受伤的杨子无力反抗 只得任由他们摆布 这么说吧 这老妈看杨子哪哪哪都不失眼 但看妹妹小事哪哪哪都好 她居然说 让杨子活还是死都凭她的自由 这天杨子在街上发现一只白色长毛小狗 她想起了之前看到的一则寻狗启示 好心的杨子 便将这只名叫阿索的狗狗送还了回去 施主大婶开心坏了 将杨子请到家中盛情款待 教她如何像淑女一样用餐 还告诉杨子 以后可以经常过来吃饭 但在学校 妹妹小事仍拿姐姐当狗一样喂食 甚至将自己咀嚼过的食物吐给杨子吃 可给其他同学恶心坏了 自此以后 杨子便经常瞒着妈妈到大婶家做客 一起做寿司 一起吃好吃的 大婶带杨子如亲生女儿一样 为她梳头发 帮她梳理一次信心 还鼓励她 你是最棒的 并许诺将来带杨子一起去旅游 可以随便住在她喜欢的地方 临走前 大婶还将家中的钥匙送给她 让杨子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小姑娘还得到了一本童话书 可到家后老妈不由分说便没收了书 非说是杨子偷来的 可怜的杨子再次遭到了毒打与责骂 但那本家里书里的钥匙 对杨子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她偷偷来到妈妈房间 找回了钥匙 可没想到这时妹妹小事也来了 她是来偷妈妈最喜欢的CD的 结果不慎将花瓶打翻 笔记本失身了 若被妈妈知道可不是闹着玩的 怎么办 有主意了 拿走姐姐的童话书 栽赃给她吧 藏在床下的杨子看到后 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 便跑去大婶家求助 可没想到大婶竟突发中风 今早过世了 刚刚才体会到温暖的杨子 再次置入冰窟 她决定改变自己 对抗命运 于是杨子主动找到妹妹说 妈妈看到CD摆放的顺序不一样 已经知道电脑是你弄坏的了 不过我有个办法帮你 今儿晚上咱俩可以互换身份 我去替你受罚 小事听后欣然接受 于是她俩跑到洗手间 对掉了衣服 并把头发倒置成对方的样子 之后经过猜拳决定 打扮成杨子的小事先回家 打扮成小事的杨子在楼下等候 可没想到小事竟被妈妈从楼上推下 倒在雪坡中当场毙命 杨子到家后 在妈妈的授意下 以杨子的名义写了一封假遗书 狠心的老妈丝毫不觉得伤心 还夸杨子写得好 为了报复老妈 也为了自己的未来 这一天深夜 杨子带上自己的狗店 离开了这狗令人心寒的家 他要与阿索一起 去大婶家生活 远离一切伤害 失去小事的老妈 一定会很开心的 杨子为什么不被妈妈喜欢 与哥不得而知 但我相信一个人只有坚强 自信 才有机会对抗命运 不被别人看清 那么就让我们先从 喜欢上自己 做一个善良的人开始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希望你们能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与哥讲电影 这五个字 我会在这里第一时间更新视频的 与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转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